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红潮禁闻 我是宇鸣 今天是美东时间 4月10号星期三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 想和您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谢女士的真实故事 谢女士因不幸的跌倒事故而受伤 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盖的疼痛 然而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使用三高代谢保之后发生了变化 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她的改变不仅体现在行动上 她夜间的睡眠品质也有了显著的提升 终于摆脱了多年的夜鸟问题 谢女士的经历为我们带来了希望 提醒我们 无论面对怎样的健康挑战 总有解决之道 如果您或您的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 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保 关于更多的详情 请造访健康520网站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520网站提问 将有专家团队为您解答 请注意 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 结果可能因人而异 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 咨询医疗专业人员 好 下面一起来看这期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分析人士认为 目前中共政治陷入衰退时期的混乱状态 围绕李强 蔡奇与彭丽媛都出现异常 作为名义上的中共第二号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强的权威不断衰退 李强4月8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只有国务委员兼秘书长吴正龙参加会议 而上届总理李强开这种企业家会议时 副总理 国务委员等基本都会到场 对此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 这样对比 很明显就是李强比李克强少了领导权威 按道理 至少与经济沾边的副总理丁学祥 以及副总理何立峰应该一起听一下专家和企业家的意见 李林一认为 不太可能是李强自己要求大家不要参加 很可能是李强的手下找借口不参加会议 李强权力被削弱 不是最近才出现问题 去年9月 中共在北京召开 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时 前所未有的八党政系统的秘书长大会合并 此前 中共召开过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 公务院层面也开过政府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会议 这次大合并后 蔡奇到场讲话并传达习近平的指示 前中共常委卫健行的撰稿人王有群撰文分析 蔡奇变成全国党委秘书长和政府秘书长的总头目 这样通过蔡奇 秘书长们就成为习安排在各级行政首长身边的眼线 特别是蔡奇可以通过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随时掌控李强的行动 从去年9月之后 习近平又推出多个削弱李强和国务院权柄的措施 李强被称为中共最弱势的总理 李林一认为 不管是习近平收权也好 还是李强甘愿让权也好 李强现在作为总理面临的处境 反映出中共的极权统治开始进入衰退的时期 内部的混乱已经开始了 除李强 蔡奇等人外 彭令元最近也因为被传可能进入政坛而成为关注的对象 资深媒体人严纯沟发文说 这件事只会把中共折腾得更乱更惨 严纯沟分析 在政治黑暗时期 小道消息往往是政坛内幕的风向标 所以不可不当真 如果习近平启用彭丽媛 那是受毛泽东启用江青的启发 证明习今日的处境与毛当日差不多 都面临自己的政治生涯与历史地位遭遇滑铁炉的终极困境 但问题是 习近平的工业无法和毛泽东比 彭丽媛也没有江青的政治资本和经验 彭丽媛如果爬到高位 一定会像江青一样 结成一个后党 遗旨气势 不但干预政事 还干预人事 引起党内更多的纷争 更多对立内耗 习想借彭丽媛来帮助自己解套 结果是镜上的脚索越掏越紧 严纯沟判断 如果彭丽媛入政治局的传言是假的 那证明习近平有心无力 如果传言是真的 那又是习近平给自己挖的一个坑 只是这一次他不能再绕道而走了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 与中共党魁习近平10日在北京会面 成为马英九大陆之行的重头戏 外界认为 两岸关系的最大障碍 是政治制度的差异 如果大陆不转向民主自由体制 空谈两岸统一 毫无意义 马英九与习近平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东大厅进行了会面 马英九致辞时脱口蹦出中华民国 随即改口中华民族 他更声称 未来两岸应坚持九二共识 习近平致辞时强调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 针对马席会的意义 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 他表示 马英九没有公职在身 马席会基本是没有意义的 马英九第二次访问中国 说是要为两岸创造和平 避免战争 想要通过交流谈判来换取中共的和平 这都是一种错误的期待 也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一厢情愿的想法 另外一方面 习近平如果想用召见马英九来扭转 每日非的安全的结盟 这也是更严重的一种一厢情愿 因为美日非 我因应中共在台海和内海所造成的挑战 这样的一种合力地围堵中共的态势 早已经是非常扎扎实实地建构起来了 绝对不是习近平用中华民国一个信任的元首 就想试图去扭转改变整个印太地区对中共围堵的一个战略框架 我觉得这两个人就是两个一厢情愿吧 基本上都是徒劳无功的事情 对于马熙会为何在美日非峰会的同一天进行 台湾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民表示 这次中共刻意的安排 马熙会在美日高峰会的同一天 很重要关键原因中共了解 美日高峰会之后一定会发表一个声明 一定会再重申 希望能够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 对于中共而言 他希望透过马熙会利用马英九 作为一个中华民国前总统的一个身份 所讲出来的言论 来做一个统战的大婉宣 然后来去批驳 美日非这些高峰会所讲到的 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一个观点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 菲珍拍响的采访报道 西藏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因长期封校并对学生采取极端的管制 引发学生集体抗议 当地出动上百警察 对抗学生暴力镇压 造成20多人学生罹难 知青人士向新唐人披露 3月16日拉萨师专爆发集体抗议 500名学生在操场静坐 要求见校长 但等来的却是上百名武装警察 警察拿紧棍打学生 有两个学生被打 当场去世 另有好几个同学被践踏 还有三四个同学跳楼示威 当时有20多人罹难 知青人士表示 在亲眼目睹了中共对拉萨学生的迫害之后 他决定向海外媒体披露这些被当局极端掩盖的真相 并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为解救这些学生 尽微薄之力 知青人士解释说 西藏高校封校措施 原于2008年3月14号 当时数百名藏族人士举行集会 抗与中共抓捕游行僧侣 遭到武警暴力镇压 双方冲突导致近百人伤亡 被外界称为314事件 此后 中共要求当地高校每年3月封校 今年拉萨师砖封校时间延长为4个月 学校一名女学生向海外自媒体曝光了封校的情况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女学生后被警方带走 下落不明 知青人士描述 拉萨师砖在封校期间的管控好像监狱 校园围墙上加装了铁丝网 教室里安装钢管 禁止学生点外卖和收快递 学生只能在食堂吃饭 学校的食堂和超市趁机涨价 一杯豆浆7块钱 一个包子15块钱 一些学生向校长反应 要求减少封校时间 却遭到威胁 校长声称 如果继续抗议 就报警把学生都抓起来 按反国家罪和间谍罪处理 学校内安装了大量的摄像头 寝室房间的对面也有摄像头 睡觉的时候不让关门 而且食堂现在也安了许多的摄像头 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 对于学校迫害学生的恶劣事件 希望之声记者 4月10号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 葛桑坚称 葛桑坚称认为中共的政治目的非常明显 他就是企图清除和消灭维吾尔民族传统的文化 最大的就是他把西藏的宗教与文化 全部当成毒药 要予以清楚 所以那些西藏的学者 你都看得到很多人被抓 很多人被关 现在在习近平所谓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一个政策之下 每一个民族 他自己的民族的特殊性 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你不能提 自己的历史不能提 每个人都必须学中文 所以在这样的政策之下 他得实行吃啰啰的民族特化政策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 王倩攀响的采访报道 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城市集团 4月6号 新楼七折开盘引发哄抢 平均66人抢一套房 开盘当天 413套房被抢购已空 销售金额近75亿港元 创下11年来 新盘单日销售金额的最高记录 李嘉诚此举引发了大陆网民热议 长石集团在香港的港岛南港铁站项目 蓝色海岸首次开盘 均价为每平方米2.19万港元 与周边的二手房价相比 相当于打了七折 而且蓝色海岸项目位于香港南区好地段 搭港铁两站 直搭金钟核心商业区 毗临传统豪宅地段 深水湾 潜水湾及寿陈山 并靠近海洋公园 所以受到买家的青睐抢购 因为此次销售火爆 4月7日 长石集团方面宣布将再推88套房源 市值超过20亿港元 售价会上调3% 对此 联航香港办事处主席曾俊华 4月9日评论说 当市场不明朗时 长石集团总是第一个降价 作为开发商需要考虑机会成本 当然希望尽快收回资金 同时也能获利 李嘉诚再次七折卖房的消息 引发了大陆网民热议 近500名网民在腾讯网参与了讨论 很多网民都表示钦佩李嘉诚的眼光和魄力 纷纷表示 国内商人的眼光跟商业意识 跟李嘉诚真的是没法比 不得不佩服李嘉诚 很明显 香港的房价会跌 并且最终会与深圳看齐 以后整个大湾区的统一发展 会拉低香港房价 对香港开发商来说 就不是好事了 蓝色海岸项目 并不是李嘉诚第一个打折出售的项目 早在2023年8月 李嘉诚就曾经打折卖过旗下楼盘 当时 长石集团的青海翼二期工程 首发开盘时 最低折后价 290万港元 较周边二售房便宜了三成 创过去7年来 九龙新区新盘新低水平 俄罗斯外交部长 谢尔盖·拉夫罗夫 4月9日得到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接见 俄罗斯外交部透露 这次访问是为普京访华做铺垫 习近平表示 要保证中俄两国稳定向前发展 对此 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 习近平和俄罗斯纠结在一起 其最大的目标 就是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让共产主义统治全球 明镇加拿大主席 赖建平也对希望之声表示 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邪恶轴心 他们在捞乱全世界的秩序 在世界范围内行凶作恶 一个是正在全面侵略乌克兰 一个计划将来有可能要在南海 或者台海发动侵略战争 这两个国家还要跟全世界 特别是跟民主阵营的国家 要搞对抗 要试图改变现行的世界秩序 所以这两个独裁的 在全世界不得人心 遭到了全面的孤立 抵制 但又人心不死 狼狈为奸 烫歇一气 在外交政治 军事 经济上都要全面的进行相互支持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8号结束对中国的访问 他抨击中国出口过多 捷径能源产品 并对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总理李强 提出警告 要求中国缩减过剩的工业生产 并警告任何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 中国银行和公司都将面临制裁 盛学表示 中共、俄罗斯、伊朗和朝鲜 纠结在一起的邪恶轴心国 正在和整个自由民主阵营对抗较量 习近平一直是在暗中支持俄罗斯自由民主的阵营 应该非常清楚的就是 中共是绝对不会信守任何承诺的 实际上跟中共谈跟习近平谈都是没用 反而是整个自由民主阵营就被中共所牵制 眼下的局势很复杂 中共做的全球的布局在很多方面已经展现出来了恶果 因为它在牵制着整个世界的民主力量能够去对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同时在世界上打开了好几个战场 比如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突然发起的攻击 以哈的冲突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结果 再有在朝鲜半岛核威胁是非常紧迫的 中共还有在台湾海峡在南海等地域 盛学进一步指出中共所说的民族利益等 无非就是要共产主义统治全球 自由民主阵营的国家应该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 我经常觉得它是一个好事 因为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实现首先它是不可能的 那么习近平拼命地去推这个东西 过程当中就会不断地去警醒一些自由民主的国家 认识到习近平以及中共和共产主义对全球的危害 可是习近平会不遗余力地去推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他的一带一路的全球布局 中共在全球深入地去干预渗透收买挖解等等 这些做法已经是铺遍了全球 那现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局面 就是一个全面对抗全面较量的布局 那么今天呢要回头来去收拾这样的一个局面的时候 那自然整个世界的自由民主阵营 一定要付出相当的努力和一定的代价 以上是本台记者王霄的前方报道 这期的红潮经文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还有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